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行 不能高兴 太子 我这冷宫还没回去呢 这都来了一个礼拜了 冷宫才待了一天 还剩九十九天 这样我下去 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 都管情福黑 也不知道他回来了没有 应该没事吧 福灵 你去问问皇上 他今天怎么样了 听下面的人说 皇上好像身体不太舒服 身体不晟 不应该啊 这老靴的方子 应该没问题啊 不行 我得自己去看看 皇上 荣妃娘娘求见 荣妃 说是来给您请安的 但皇上您龙体未遇 要不小的打发娘娘回去 不必了 她是替太后打探消息的 叫她进来 是 皇上 荣妃娘娘到了 臣妾见过皇上 荣妃刚醒亲回宫就来见朕 所为何事啊 我这不是听说你身体不舒服吗 就来看望一下 朕不过风寒而已 太医开了药 休息几日就好了 荣妃不必担心 装啊 继续装啊 还风寒呢 皇上 皇 您没事吧 皇上您没事吧 真没事 您若没别的事 就退下吧 是 那晨妾告退 好心当成驴肝肺 关心你一下还被臭脸 中毒了不起啊 算了 毕竟也是我的责任 福灵 嗯 你按照这个方子去取些药 娘娘 昨日成交竹林一事 老臣已经查明了 动手的 是那熙戎的人 他们的目标 就是皇上 皇上有一枚密碟案子 在熙戎潜伏多年 如今 带回了一份机密情报 如果让秦玉 再得到有效的情报 那 对我们的形势 可就是越来越不妙了 昨天赶场救火 今天给人熬药 颜衣啊颜衣 你涂什么呢 再不进冷宫 就要被抹杀了 娘娘王嬷嬷求见 老奴见过荣妃娘娘 太后听说您回来了 特意派老奴请您过去说说话 娘娘请吧 走了 走 这老太太找我准没好事 这次不知道憋着什么坏 可得小心点 最近有一件事 哀家挺心烦的 您说 你知道 我大印与西戎交战多年 迟迟未克 可今日 皇上不知 从哪里得来的秘密情报 估计是跟前线战事有关 哀家担心皇上一心求胜 难免会中了敌人的奸计 却又不好直言相告 这思来想去 此事想找你帮忙 我 我 你听朝夕的声音 在说我愿意 落日间而晴蹄 你耳语 太多的秘密 就给你 太过甜蜜 我的心